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几张图片 你刚刚自己去下载的这几张图片 本来是在自己的手机里面 那手机是不是连线连到自己的桌机 然后呢就可以去选到桌机的这些图片 例如说我刚从这个地方开始截取 所以我是不是截取了这几张图片 接下来呢 复制它贴到自己的低齿叠机 是不是就贴到这边呢 那自己本机端已经有这几张照片之后呢 因为我的目的是为了要做影片嘛 所以怎么样把这些图片放到简报里面呢 因为最简单做成影片的方式 我觉得应该就是用PowerPoint 我们电脑里面都有PowerPoint的嘛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点选插入 就是打开PowerPoint 打开PowerPoint的所有城市 然后接下来去找Microsoft Office 里面的PowerPoint 2013 打开PowerPoint之后呢 点选插入相簿 接下来是不是要选刚刚那些图片 所以呢直接点档案 字叠变 那我刚刚的图片放到低齿叠机底下的 这个YouTube条件里面 直接按Ctrl加A也可以 Ctrl加A就是全选 全选到啰 全选到了以后 直接点插入 插入这边可能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张的图片 然后这边请设定为调整至投影片大小 就是说我们以上面或者是左边的极致为原则 调整至投影片的大小 接下来直接点卷建立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把那些相片依序放进来 什么叫依序 所以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先是这一张 还记得吗 是不是点这个Suffer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输入网址到YouTube什么之类的 它就是按照您截取画面的顺序把图片抓进来 请你们现在先动手完成到这边 输入网址 电 betray 址 江 WIL bil 游位 点 止 但